孙权的事业岂不是有根基的 父亲和大哥已经为他打下了基础 这一点要比刘备好很多 但是创业难 首业其实更难 大哥孙策于刺客暗杀 不幸离世 孙权仓促之中接管家族事业 当时他还是一个年仅18岁的青涩少年 曹操曾评价孙权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话意思是 生儿子就得生个像孙权这样的 按理说 曹操的儿子是各路诸侯之中 最为出色的了 文韬武略 人才众多 但他仍对孙权很欣赏 足以可见孙权是有多优秀 抗衡多年 与曹操常年在外出征 刘备四处颠沛奔波不同 孙权似乎比较懒 很多时候都是坐镇后方 懒人孙权的成功 得益于他优秀的管理能力 今天哈叔就来讲一讲 孙权的三大管理之道 林妖重视人才培养 梯队储备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 东吴能与各路豪杰较量 离不开四大都都 他们分别是 周瑜 鲁肃 与蒙勒勋 一人倒下了 迅速有人站起来 填补空白 而且实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所以才能够一直保持着竞争性 反观刘备的团队 在这一点上做的并不好 特别是武将方面 蜀汉后期竟然少有能独当一面的虎将 孙权这个人是很重视人才培养的 刚他发现吕蒙是一个好苗子以后 就劝他督促他多看书 多学习 网管理层方向发展 在用人方面 孙权敢于放手 也敢放权 让年轻的将领友更多发挥的空间 吕蒙勋迅都很年轻就得到了重用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东屋几大都督之间十分和谐 很有凝聚力 周瑜临死前立见鲁素 鲁素之后强烈举荐 吕蒙又很重视陆训的成长 重视人才培养和储备 注重梯队建设 这值得今天所有的管理者好好学习和重视 零二感情留人 善用精神奖励把东屋团队的员工 离职和叛逃是最少的 这与领导者的管理艺术有关 孙权是一个很会与下属交心 很懂得如何笼络下属 留住人心 用物质留人是最基础的 也是必须要有的 但并不高级 真正能够让下属死心塌地跟着你的 是感情 是价值观 所以当你有一天 即使工资发不出来 他们依旧愿意跟着你打拼 为你打天下 赤壁之战 鲁素立了大功 孙权吃马安 下马迎接鲁素 正让鲁素受宠若惊 猛将周泰两次救了孙权的命 被周泰从敌军重围中救出的孙权 回到军营后 设宴为其庆功 亲自给他针灸 最有意思的是 孙权让他脱去上衣 露出满身的伤痕 对于一个武将来讲 身上的每一处伤疤都是军功章 孙权抚摸着他满身的伤痕 聊着周泰的勇猛 泪流满面 零三集思广义 当机立断在赤笔之战开打之前 孙权是犹豫的 他没想好到底是投降曹操 还是联合刘备共同抗曹 投降的话 父兄之夜在自己手里断送了 真不甘心 但如果不投降的话 取胜的几率又不大 曹操大军气势逼人 可以说 这是决定团队生死和未来走向的一刻 生死关头 孙权召开大会 商议此事 让下属们畅所欲言 团队里有两种声音 以张昭为首的主战派 以鲁肃 周瑜为首的主战派 最终 孙权在听了鲁肃的一番话之后 做出了决定 连流抗曹 赤死不降 另外 孙权还做了一个举动 灰枪砍断了桌子一角 很严肃地说 谁要是再敢提投降两个字 就如同这桌子 如果在做决定时 一意孤行 肯定是不可取的 这样下属今后 便不再有欲望发表意见 其次 在听取众多意见之后 一定要根据利弊关系 果断地做出最终决定 拿出魄力 让下属坚决执行 如果总是扭扭捏捏 摸了梦 可 则会很容易在下属面前 失去微信 孙权的管理之道 带队艺术 值得今天的职场人 好好学习和借鉴